杨子写新剧《惊艳归来》 搭档魅力男神古装扮相绝美吸睛 本以为李线古装形象平平然国色风华一观 惊觉其妆容造型竟如此出彩 方知非其人之过实为妆造之不足 李线本就言之出众即便偶尔古装造型不尽如人意 也不应轻率地将其归入古装普通男星之列 李线曾在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中展现魅力 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男神 他的亮相瞬间惊艳了众多观众 也因此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然而在古装剧《剑王朝》中情况却截然不同 他的演技短板被无情暴露 妆容也毫无吸引力 显得颇为呆门完全缺乏应有的睿智之感 国色之中李线的古装亮相令人耳目一新 颠覆了大家对他的既定形象 他身着蓝色滑服 质感非凡 头顶古韵十足的帽子 展现出别样的古风韵味 这帽子仿佛专为他而生 颠覆了李线不适合古装的刻板印象 事实证明只要妆容精致到位 他依然可以展现出温润如玉的气质 散发超级帅气的魅力 他的脸庞带着些许肉感 更增添了几分可爱之处 杨子和李线主演的古装新剧《国色芳华》已火热开机 两位主演均入组亮相 新装照意曝光 李线的服饰造型尤为引人注目 备受热议 不过此次却一致收获赞誉 杨子在古装领域的号召力非同小可 此次与李线再度联手 话题瞬间引爆网络 男主角的造型就引发了一级话题 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国色芳华》通告单揭晓 现场同期录音确保声音真实 这对演员的台词功力是一大考验 但杨子功底身后李线声音魅力肆意 二人再度携手 无疑将是精彩绝伦的合作 如此重量级的大剧 怎能不让人翘首以盼 电视剧《国色芳华》 以简洁而创新的笔触 勾勒了一位拥有培育牡丹 非凡才华的女主角 她使之匡扶天下 致力于金世纪名 这部充满励志元素的大女主剧 展现了女主角的非凡魅力 与坚定信念 该剧描绘了一位 独具牡丹花匠心的女主角 并塑造了男主角那果断浪漫 雄心勃勃的形象 同时也不乏一些 性格复杂的小人角色 她们花心虚伪 贪婪奸诈 共同构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 故事背景设定在盛唐时期 唐代的风貌应当璀璨夺目 据悉 负责造型的团队 在唐中打造上颇具匠心 值得期待 除了这部佳作 李宪还有一部 叠战大片情星闪耀石即将上线 今年的它可谓是收获满满 让人期待不已 大家对国色芳华剧中男主的造型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分享你的观点